由美國國際商會AICC和中國鼎億峰聯合主辦 2018第30屆世界亞裔小姐選美大賽頒獎勵 在洛杉磯著名比特摩爾千禧酒店隆重舉行 參賽者都展現出亞洲文化的各方面 本級大賽經過民族服裝、泳裝、運動裝、才藝表演、禮服和基治文特環節的激烈競賽 最終由加州州立大學普姆娜分校酒店管理專業的美國亞裔佳麗波爾瓦麗 以最高得分奪得冠軍貴冠獲得2018年世界亞裔小姐稱號 第二名亞軍由來自中國的15號佳麗張宇軒獲得 第三名貴軍由來自蒙古國的佳麗吉布夫蘭摘取 參加今屆總決賽的全部亞裔佳麗都分別獲得專項大獎 所有亞裔佳麗都財貌相傳、光彩奪目 具有高學歷、才藝高的特點 今天非常高興這麼多的朋友 好萊塢的明星、美國商界的大亨 還有美國各商學會的朋友都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2018世界亞裔小姐選美大賽、美國總決賽 這個美國總決賽也是今年的全球總決賽 我們來自各國、亞洲各地區的經過優秀選拔的選手 來這裡今天參加活動 這個活動馬上就開始了 我們通過選美大賽的這樣的平台 促進美中的經濟貿易、發展和互動 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我們非常高興今天的選手 這麼多的選手來參加 我們也預祝大賽取得圓滿的成功 我加入了很多血、泡、泡、哭和哭 我非常幸運 那些選手和觀眾 認識和感受到我的努力 通過《Miss Asia International》 我非常幸運 我獲得第一位選手 非常感謝 擔光今屆大賽評委的 都是來自美國荷里活演藝、電影、時尚界的知名人士 和業界的精英 他們的加入 突顯今屆大賽評審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大賽特邀嘉賓也是政界、工商界、藝術界的成功人士 他們對今屆大賽參賽選手、組織策劃、燈光舞美都吸引了高度評價 作為具有公益性的本屆世界亞裔小姐選美大賽 得到包括美國和海外媒體的大力合作 獲得包括中國、南方航空等知名企業和機構的鼎力贊助和支持 令到2018第30屆世界亞裔小姐選美大賽、美國總決賽成典 再創輝煌、成功圓滿、落效為望 天流維視採訪報道 作詞文化 作詞文化 作詞文化